台中市七个行政区21号开始停水47个小时 23号早上才恢复公水 没有想到不到24小时 大理区和信街在今天清晨5点多 开始出现漏水的情况 疑似是因为管县老旧破裂漏水 导致一共有8000多户无水可用 心情就像是洗三温暖一样 自来水公司货报之后 也紧急的派人抢修 幸好在下午1点左右已经恢复公水 清晨4 5点 天都还没亮 民宅前的路面却不断有水 哗啦啦的冒出来 整条马路湿大大一片 透过监视器画面 可以看到水慢慢沿过来 民众一早起床发现 不仅没水可用 水还沿进店里头 民众抱怨连连 事后自来水公司接获通报 也紧急派人到场开挖进行抢修 发现原来是管线太过老旧 管制室 民国83年来是的 今天早上在5点45 将近6点的时候 接到里长的通知 在9点就已经开始在开挖了 13点的时候都已经修搜完毕了 那影响户数大概是8000户 现在各地水情拉紧爆 水资源相当的珍贵 21号因为管线工程 台中市七大行政区才大停水 47小时 23号早上恢复公水 不到20小时大理区又发生爆水管 8000多户的居民受影响 心情像在洗三温暖一样 幸好水公司只花了半天时间 就紧急修复 恢复正常供水 接下来陈时节台中报道